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心厨员,我是玉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南瓜玫瑰花馒头的做法 需要的材料有南瓜梨400克,中筋面粉600克,酵母粉7克,白砂糖10克 南瓜皮比较硬不好切,先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我喜欢用日本小南瓜,比较混落 南瓜的营养价值很高,具有养颜、排毒、抗癌、健脾、控制血糖等功效 将削好的南瓜从中间切开,取一个汤勺把纸挖掉 靠近皮的部分比较硬,不容易压成梨 可以切下来留着原来煮南瓜汤、南瓜粥 将金黄色部分切成半厘米厚的薄片 隔水蒸大约20分钟 将蒸熟的南瓜倒入大碗中,倒成南瓜泥 趁热加入白砂糖 换凉后加入酵母粉并充分混合 再加入面粉,揉成絮状,再揉成光滑的面团 南瓜的水分含量不同 如果面团太硬,可以加一点水 如果面团太暖,可以加一点面粉 您可以用厨师机搬离揉面,以省点力气 将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放在一旁,让它醒发 如何判断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除了体积变成两倍大以外 中间拉开有很多昏窝状 案板上撒上干面粉,将醒发好的面团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揉搓,让其排气 将揉好的面团分成两份,一份盖上保鲜膜,以防风干 取一份面团搓成长条,再揭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撒上一些干面粉,以防姜棉 如果想要花朵大一点,肥一点,记着切的大一点 如果要花朵小一点,记着就切的小一点 先用手掌将其压扁,像擀脚脂皮一样,擀成大约9厘米大的圆饼 中间和旁边一样厚 取6家面皮,依次摆放整齐 再取一家面皮,弄成长条,当花心 将面皮卷起来,卷好的面皮用刀切成两段,稍微整形一下 再取两块小面剂,做成两片叶子,用刀背在叶子上画出纹路 asie方巨尾 竹刀做梅 初一产杂炖 细菌 监貌 监iğ 监 visual 蒸鍋裡鋪上烘焙紙 將做好的饅頭花放在鍋裡 蓋上保鮮 二次醒發大約20分鐘 自饅頭拿起來清飄飄的感覺 就可以上鍋蒸了 蒸鍋水燒開蒸15分鐘 鍋蓋記得拿一塊布包著 這樣蒸流水不會滴到饅頭上 造成塌陷 影響美光和口感 饅頭蒸好後 如果立刻揭開鍋蓋 就會造成塌陷 先關火 燜5分鐘後再開蓋 既漂亮又蓬鬆香甜的 南瓜玫瑰花饅頭 好吃的停不下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請幫忙點贊訂閱 謝謝觀看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